在前一节 我们利用了这个Locus 来建立动点 然后可以把它上色 接下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用不等式 不等式的话 其实我们重点是说 这里面 我们先以后这个月牙型 它其实是什么 是位在这个小圆 左边小圆内部 位在这个什么 这个大圆的外部 小圆扣大圆 右边也是一样 小圆扣大圆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如果可以取得这个 用不等式呢 取得圆的轨迹 那再用这个扣除的方式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月牙型的面积 我先让这个两个先藏起来 我们先用新的方法来画 那在画之前呢 我要先取得这个半径 我等一下比较方便画圆 那半径就是Radius 左边的半径就是RL 那等于这个SegmentAC 那右边的半径呢 就把它叫做那个RR 那这时候呢就是VD 现在左右半径呢 我们都取得这个长度 这两个我先把它藏起来 它只是等一下用而已 那接下来我是希望呢 画出这个左边这个圆 左边这个圆呢 我就不等式 不等式IQ IQC呢 这时候呢 用一个冒号 这时候这个圆总表示呢 其实就是 圆上的点叫XY 然后减掉C绝对值 这个东西就是说 点到C的距离呢 小于左边的半径 左边用进到RL 你看我这样子呢 就可以画出一个蓝色的圆 非常神奇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画的是什么 但是我是只是希望这一部分嘛 所以我要蓝色的圆扣掉什么呢 这个大圆的外边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应该是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就是说 IQL呢 我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一块呢 然后呢 交集就是用AND 两个AND 这个是交集 然后第二个圆的话是XY 到O点的距离呢 我要这一块之外 就变成大于1 这样子我就得到了这个第二块的圆 你看我们现在的紫色区域呢 就得到了 我们这次再看一下 好 这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路径 它等于是说 这是这个扣掉这个 就得到这紫色这块 但如果我今天呢 旁边这个边界呢 不想要让它出现呢 我们可以从这里按设置 好 那在样式的部分呢 现金把它变成0 这样就变成只有这一块 那你这里出的时候呢 它边界呢 会更清楚 那这边可以关掉 所以刚刚这个指令呢 再看清楚一点 就说 这东西XY到C的距离比RL小 但是到O的距离比E大 那我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出这个区域 好 那我们一样呢 再来处理右边这一块 这块我们现在换个方式来写 我们先定一个这个IQD 那IQD就是刚刚的绝对值 绝对值表示距离 XY XY-D 然后呢 小于RR 所以一开始我先得到IQD这一块 那接着呢 我再取的那个最大的圆 最大的圆就是IQO 好 IQO怎么写 XY 对 减掉 O的距离 好 就是IQD 那是IQO 好 但是我现在呢 要红色减掉这个 这这部分 那所以呢 我现在的IQ的那个R呢 其实它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IQD 我要扣掉这个呢 扣掉这个其实 它这个用法是这样子 就是AND 然后NOT NOT用金碳号 IQD里面呢 扣掉不是IQO的 所以IQO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了新的这一块 这个 等于是说 这一块呢 扣掉这个 这一块 那就得到这一块 那我刚扣的方式呢 就是AND NOT 这样子会得到这一块 那一样 这边呢会有虚线 你可以把现阱呢 把它调成0 所以我们这里再设置 好 然后这时候那个 这边现阱调成0 看这个IQO 所以我们这样子也会得到这两块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用不等式的方式来写 对 那不等式的前提呢 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边界呢 你可能方程式要可以写得出来 才可以用不等式来写 但用不等式来写 也是蛮神奇的 尤其我们刚刚就是用交集 跟那个 插集的方式来做 这个东西还 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 我就觉得数学上呢 可以用这个来取得共同部分 那扣除不要的部分 对 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 我竟然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来表示距离 绝对值表示距离 那小一这样子呢 就会得到一个圆 到定点的距离 小一个定值 这就是一个圆 圆内的概念 它透过这个and 透过这两个and呢 两个and它对应到幅画就会变成这三角形 就会取得这个交集的部分 来显示图形 那下一节呢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算 那而且呢 我们着色完之后呢 还要知道这个面积到底有多大 这就是这个面积的方式来说